ContextItemSlate 就是其實跟OptionItemSlate類似 裡面一樣會傳進來一個Item 那透過什麼呢? 也是GetItemID有沒有 去取得到底它按了哪一個按鈕 那如果是這個的話呢 我就把背景改成呢 什麼呢? 改成藍色的有沒有 那如果說其他的話呢 那就Size去更改 那一樣我們就根據 類似剛剛的那個部分去做 那比較特殊的是這個地方 Color有沒有 那Color的地方實際上呢 我剛剛講過 我們前面呢 SetBackgroundColor有幾個方法 第一個方法就用R有沒有 因為我這邊不是有 剛剛也有加一個有沒有 Color這個 那如果我要讀取顏色 有兩個方法 第一個是R 在這邊 在這邊打一個R 大R R 點 有沒有 R點什麼呢? String 點 這邊有一個 不是String 應該是Drobble 點Drobble 再一次 就是透過那個我們讀取 Color R點Drobble 然後點 裡面應該有一個Red 對的 我們可以透過什麼呢? 這個方法去讀取 它一樣可以讀取到顏色 這第一個方法 第二個方法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透過什麼? Color 就是我們 特別注意 那你要Color 特別注意上面一定要Import 什麼? 這個東西 一定要Import 那這個東西其實還蠻好用的 以後你們可以善用 以後呢 你就不用去管什麼顏色 因為很多東西說 老師那個顏色喔 真的很難找 而且要制定 那如果說你以後呢 用Color這個類別的話 並且先Import 再來點 你會發現 哇!各種顏色都有了 你要什麼顏色都有 有沒有 這樣的話 你用選的 看你要哪一個顏色 就有哪一個顏色 直接用選顏色 那特別注意喔 另外呢 他也會給你對應的什麼呢? 對應的 他的16位元的 他的那個 就是 編碼方式 那比如說 我要藍色的話 就按這個藍色 OK 那就會有個背景顏色 當然喔 另外你也可以設計成什麼呢? 比如說 因為我只能點一次而已 你會發現喔 你點一次之後呢 他就是 藍色嘛 對不對 那那